本台消息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21号在北京召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期望 中国坚持以对话促合作 以合作促和平 以和平保发展 习近平强调 维护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安宁 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 需要各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面对复杂的安全威胁 各国要紧密团结起来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不断完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推动构建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安全架构 更好促进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